现在是凌晨的4点钟 外面的天都还没有亮 我已经在健身房了 大家猜猜我今天这么早来的健身房 是为了什么 一直以来我对美国人的汉堡 披萨牛排接受度都挺高的 唯独对美国人的早餐 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因为它的热量实在是太高了 太高了 太他妈高了 你们知道吗 每三个美国人当中 就有一个美国人的体重是超标的 为什么 走 带你看看 熟悉啾啾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是一个夜猫子 天都还没有亮 就出来吃早饭这种事 只可能是一种情况 我饿了 我们进来的这家店 是全美国最知名的连锁早餐店 iHub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国际煎饼屋 其实我个人对美式早餐并不是很感冒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热量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我知道视频前很多小伙伴都关心 就是美国人早餐到底吃什么 所以今天就让我为这份美式早餐献出我的身体 不不不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美国人的早餐到底吃些什么 还有就是它到底有多么的高热量 我保持身材容易嘛 总是动不动的就面对这么高卡路里热量的食物 不错 我这份工商 你们不得给我点个赞吗 这道Breakfast Sampler呢 基本上是美式早餐当中最经典的存在 就是把几样最常见的肉类 培根火腿还有香肠组合在一起 然后再配上一些土豆以及那两个鸡蛋 这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美式早餐的一个菜品 这些东西呢组合在一起还是很有食欲的 还不错味道 它并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上午 铁板 简单的进行一些油煎 就所有的培根 所有的火腿味道都差不多 美式早餐最大特色呢就是肉特别多 然后味道有点偏咸 对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喜欢里面 你会把这样的菜品感觉更像是 更像是一顿正餐 更像是一顿午餐或者晚餐 但是美国人呢就把这个作为感觉 对 不得不吐槽 而且美式早餐呢 为什么路上这么高 就是因为它油太多了 你看它表面 油光发亮 你这叫熟食 虽然说热量爆炸 但是味道还不错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早饭要吃的好 午饭要吃的饱 晚饭要吃的少 你们觉得像这样的高热量的早饭 算是吃的好吗 把你的答案写在公屏上 哎呦 打倒了 我妈看的这些东西说实话有点 有点宝 不过你这份我还是尝一口吧 外面是一整层的蛋饼 上面撒了一些西红柿 然后这个一条一条都是芝士 表面上这层芝士因为已经受到高温 所以已经融化了 我尝你一口吧 有点小饱了我以为 难得啊 什么难得 真的是饱了 鸡蛋里面夹了bacon 它的横切面其实还是挺好看的 这么多的鸡蛋 说实话真的是高蛋白的早餐 你要是真的是健身人士的话 我倒觉得你的这份还是比较合适的 味道还不错 软棉当中还带着一点点 你能吃到培根卷的那种 脆感 再来一口吧 是不是第二口 我刚刚切的那个是第一档 我只是把我那一口分成了两口而已 还算一口好不好 我真的吃不下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这么 不会这么 要说会点菜还是你会点菜 好吃给你个赞 来尝尝那个 这份是谁点的 你点的吧 我点的 你点的 芝士呢 为什么要芝士 面包要夹着芝士 两片面包夹芝士 你不知道吗 什么梗 没有梗 就两片面包夹芝士 一定要这么吃 算了没有芝士 就这样吃了 我尝了 我有点吃不下 我今天有点饱 大早上可能起得太早了 战斗力有限 还不能浪费 全吃了不能浪费 这肯定不是我点的 这肯定不是我点的 大家都知道我不太喜欢这甜 太甜了 而且它这个水果 你看这个 这个是草莓 它使用的不是新鲜草莓 是那种 就是罐头草莓 你怎么能接受这么甜的 好吃 快乐 你这个要为你的快乐 复制带着 热量太高了 我感觉这一份 可能是所有里面最高热量的 好 我们的账单来了 看看我们今天的这顿早饭 吃了多少钱 我们点了一杯咖啡 和三个不同的菜品 总价是 54块 5毛3 加完小费之后 今天这顿饭 大概会在60块钱上下 那最后我们可以对这个餐厅 做一个总结 说实话 像美式早餐这样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偶尔来尝一尝 可以 但是如果你经常吃的话 真的很容易 最关键是 你的身体受不了 豆浆油条包着小美洲 它不香吗 香啊 咱们再去吃一个 吃不下 饱了